然后打开电源 等这个末车走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把电源关闭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左右移动了 左右移动 就是要清洁 清洁一下这个导轨 然后还有这个关窗条 用酒精 这个关窗条用酒精清洁 你看还是很脏的 差不多这个清洁动作的话 一个星期就要做一次 然后这个导轨上面 导轨上面把这个油脂 黑色的油脂给擦掉 很脏的 把那个擦完以后导轨上面要加这个润滑油 这个我们每一个机器都有配的 这上面涂一点 不要涂太大块了 我们尽量涂均匀一点 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这上面也是需要一点油脂 少涂一点 不要涂太多 加润滑油 还有一个地方要清洁的就是这个 润滑油脂 这边也要清洁的 这边要清洁干净 要不然它 会对打印效果有影响 用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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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点酒精 把它擦一下 这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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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脏很脏的 它这是一个密封圈 如果脏了以后呢 有那个墨水多了 它会对密封有点不太好 就是密封不严 导致它清洗喷头的时候 就不能正常 这边还有一个刮片 这个刮片要把它弄上来 就是用个东西来翻上来 翻上来 翻上来以后 把它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 擦干净 OK 然后把它给木车放中间 然后再开机 让它完成 完成一个正常的字节 给它擦干净 然后再开机 再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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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机